嗨大家好 今天我会跟你讲解 之前我所说的那些东西真的发生的 比如说你看这些票 OK 你可以看一下过往的4天 年多包括我今天来讲的话 这个 AASIA的最大股东 他也是丢着票的 这个不是我说什么 是事实来的 从这里你看一下 我们是丢到六千 六百万就是这里是 如果换去LOG SIZE的话呢 就除掉一百 也就是 OK 个十百千万 六万一千五百七十LOG OK 他在19号的时候丢了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19到20号 他的股价是怎样的 你可以看一下这里 DIAC 这里是INDAIC 就是有这么多的票 所以在这边INDAIC 就是或许还有连接其他公司那边 或者是注册他的名 用他的名 不是他的名 来买股票 就是出在一间公司 包括那公司用有人是他 那么他就从那边丢票 可以指示人家卖票 因为他是幕后的真正老板 就像我们的户口里面有一个 有两种交易户口 一个就是DIACO 另外一个叫NOMINIACO DIACO的话呢 你的买股票的时候会显示你的名字 那么如果是NOMINI的话 还会显示那个 你的那个交易 你那个交易平台的 比如说Maybank Maybank就是Maybank Maybank 我没等button 好像那些之类的 然后还有没有bracket你的名 因为你真正的 你是真正的用人 同样的道理 在这边也是发生 好 在这边你看一下 我们开图来看 哇 他的Asia图也是不大完美看得到这样 因为这里 你看一下这里 19号的时候他还上神 这里大概来平均来讲的话 他们都有208 然后我们都开始套利 因为他的那个价是1块8 那个什么 那个会不会实行啊 我就不知道 我知道他是从市场那边拿出来 减少那些就是 左手换右手来跟更多的票 那些钱不是 是不大可能从银行那边来的 是从多数是从市场 他本身也没有这样多钱 10亿 10亿的钱说说多也不多 说少也不少 总之不是一笔小数目就对了 他大也不会大到哪里去 不过 10亿里面从市场来面啊 也是可以也没问题 很简单的 反正他到后来 才可能只是拿1亿 然后9亿是从市场那边拿出来的 然后他就拥有30多巴仙的那个股权 这边还这样做拨断操作 你看一下这边 我当初也有讲过 那些很多人啊 ok 在这里的时候还没有大肆强调 这里又没有大肆强调 这里又没有讲 这里又没有讲 这里又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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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又没有讲 到这边才跟你讲啊 就这个教育跟你讲 静静静静静的话 哇你就蛮危险一下了 但是你这样多错过了那机会 就 祝福你 如果你还有赚钱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啊 他过去4天啊 因为在这边还是4天啊 这里开始吗 19号 20号 21 22 ok 这边看关注区 你看一下他最多的是在19号 那边这个肯定是转熟 ok 那股价还上升 这个通常我们看得到这种 这种现象发生的话 他丢票的话只是这个多数是转熟 另外一个 ok 在这里的时候只是丢大概1万 然后第二天也是1万 然后他就形成开始 十字星 十字星在上面发生的时候 他也是 啊 代表是调整到来 然后这里 这里如果连接起来 他门也是可以这样 讲做是一个叫做 啊 Ealing Star Ealing Star 下周的这个confirmation的话 那时我不知道还会调整的多久 哈哈啊 在短期的趋势那边看是很强势 不过一个很明显的东西就是 出现了背离 你看他的那个交易量 ok 我先拿他的股价这里 不好意思这个要调下去 这里要拿上一点 那么我们才看到清楚一点 你看一下这里背离的发生 ok 股价越上升 然后量越来越少 就是 没上升没有什么力道了 不过在这里开始的时候 力道有在 加量其身 这种我们就看到他有那个力道在上面 他这里开始说 他越上的时候 他的力道越来越落 除了这个 这蜡烛 这个蜡烛也可能是转手的发生 不过这里 他是大概是 一块八毛 一块七角七到一块八角八 还好这个 这个看呢 我们在看回去的时候 这里看得到也是一个转手很明显 因为这些通常都我们都是看回去 我们才知道发生了什么 如果再看未来的话 我们只是看 啊 计策要慢了 就推到我们几十进了 可以不可以 ok 在这里让我们看一下 这个情况 有一些人还要进的话 真的要祝福他 啊 都可以赚钱 因为这里基本 要发生那个调整 先不要讲这个 如果想用线条来画的话 那么这里上升趋势 不代表他会到两 两块零四的时候才反弹 也有可能 或者是一跌不回头 也不知道 这个我们就看一下 因为 在这里的时候 他出了那个快buck的那个 石油画的时候 那个就很 难预测了 不是石油画 那个是 啊私下配股 private placement ok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就 通常是看来学习吧 好像我这种是看 有观察来学习 要知道哪一只股值得投资的话 当然我也是需要 啊 观察蛮多股一下 尤其是在琢磨的时候 你可以看下这里 我们的马谷那边 已经出于横摆 那时 我有讲过了 他已经没有让他上升 一道 不过他会一段时间 横摆 横摆到几时我不清楚 不在这段时间 我们可以看到 机会是有 不是没有 那我们就在那边等 耐心的等待仪 接下来他的资金是庸路了 很小很点肯定 也不是这里 这里很可信 没有量有量的话 我们就可以大概预测到 这个以前 差点40元之后 换了之后 不换哪个人 刚刚哪个 requirement 书面 啊好好 然后这里又发生不好 最后你看 在我们看到这里 出现了那种叫做 哈拉米 然后在上升趋势那边 我们叫做 berry charme ok 同样的在这里也是一个 哈拉米来的 不过这个不上不下 这样也不知道 还会怎样 ok 就像我们一个看啊 这个 ok 这里就是我所说 资金是流露的 小谷那边 小谷当当那边 你可以看一下 他一段时间就是大概 这里啊 ok 现在才在这里 所以上升的时间 大概还有 看的到是蛮明显的 不是很多 是综合其他股在一起 也就是1.6% 也就是246 在这边的时候 我们就要留意一下 很多东西 外围的局势也是要留意一下 外围局势好像美股那边 ok 最简单的我们就是看那个 down down 我应该是过期了 是啊 看一下 是啊 过期了 他没有 没有了这个了 我等下会去renew 啊 ok 可以 这里subscription 这边 expire ok不用 等一下我才去更新哈 才给他200多块 不是很多 ok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就看到这个很明显了 好 那么在这里 我就不能看超过3年的数据 等下我进 啊 在renew的时候就可以看超过3年的数据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还有看的东西就是 创业股 这4大宗旨 创业股那边也是可以看到他开始 啊 连生了 那么他能不能突破这个 这个点啊 ok也就是这里 这里分分钟是原底也是说不定 因为你看一下这里很明显是这样 下这边也是到底部不很熟悉 没有亮 没有那个亮文子跟看看股 那个股价的游动 创业板游动 在这边我们就不知道他会怎样 很可惜没有亮 亮那个亮对股票分析来讲是蛮重要一些 至少我们可以配合那个亮 那边知道我这个是走 那个他的那个backup 这里如果是走cup的话 那么在这里创业板基本上 他的那些股市出于低 低步的可以误实 不过这个也不一定的 因为这个我们没有那个量 所以很难分析出来 这里是很可别的东西来的 ok 那么这里我就分享到这里为止 希望你也欣赏这个video 谢谢